本土要你死无全息 法刀 话不多说 现在就让七爷为大家带来 天下第一的精彩解说 明朝中期 大太监曹正纯把持朝政残害忠良 以莫须有的罪名 害死了兵部尚书杨宇轩 杨宇轩的手下忠心耿耿 护送着杨夫人母子逃往边疆 曹正纯为了赶进杀绝 派遣心腹手下大档头 带领黑衣舰队赶进杀绝 然而大档头并不着急动手 反而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他要放长线钓大鱼 对付赫赫有名的大内利探 护送杨夫人的士兵誓死如归 留下了一部分人断后 替杨夫人母子争取一线生机 可曹正纯旗下的黑衣舰队 个个都是经过特殊训练 武功高强杀人如麻 这些士兵根本不是对手 一时之间死伤惨重 远处观察的大档头更是剑烈欣喜 将一大把利剑拿在手中 开始了他的个人秀 大档头的剑术恐怖如斯 不仅可以一次多发 竟还有自动追踪的功能 不愧是曹正纯的心腹手下 与此同时 一个偏将直闯护龙山庄 声称自己是杨宇轩手下的江文泰 有兵部尚书杨宇轩的语言 要转述给铁胆神后 得知江文泰是杨宇轩的手下 铁胆神侯当即召见了江文泰 并在江文泰到达之前 将一张纸条放入了机关 护龙山庄的情报人员打开纸条 见到了江文泰三个字 立刻找到了江文泰的资料 将资料传递给了铁胆神侯 铁胆神侯看完资料后 这才与江文泰交谈了起来 江文泰告诉铁胆神侯 杨宇轩大人只是上奏了一封密函 就被曹正纯给劫下 诬陷他通敌卖国 简直就是无法无天 幸好杨宇轩大人在死前 留下的血书对付曹正纯 希望对铁胆神侯有所帮助 这就是杨大人留下的血书 这不是 不让我请你去和杨宇轩做伴 江文泰突然出手偷袭铁胆神侯 不曾想铁胆神侯早有准备 直接将江文泰给打成了重伤 江文泰难以置信地看着铁胆神侯 质问他为何会提前提防 铁胆神侯扔出了一张画像 上面正是江文泰的资料 其实早在收到杨宇轩出示的消息时 铁胆神侯就预料到 曹正纯会派人来刺杀他 因此贾江文泰进来之前 他就调出了江文泰的资料 识破了贾江文泰的假身份 划分两头 大档头带领的黑衣舰队 已经将杨宇轩的妻儿逼上了绝路 诸多护送的士兵 遭到黑衣舰队的屠戮死伤殆尽 杨夫人更是被人套住脖子 往大档头所在的方向拉去 杨家幼子为了救回母亲 捡起地上的长刀追了过去 要这群畜生放了他的娘亲 一名黑衣舰队成员健壮 手持长刀冲向了杨家幼子